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我是华夏基金香港ETF部门经理熊佳妮 很高兴呢今天又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香港市场的整个情况 包括如何善用我们杠杆级反向产品 来为大家的投资呢做一个部署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最近的一个港股的现况 我们都知道呢前三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的时候呢 港股呢是终于迎来了一个三连羊的状态 那么呢截止到昨天为止周四的时候呢 由于A股的全面下跌所拖累 所以港股呢也是结束了它三连羊的一个声势 转而下跌 我们都知道昨天呢其实美国呢是公布了 他们第二季度的一个GDP 他们的GDP呢其实呢上调了0.1% 就是本来预测第二季度GDP的增速呢是4.1%的 但是呢最后的一个结果显示呢 GDP增速其实高达了4.2% 这个呢也是侧面反映了一个美国经济形势的一片向好的感觉 所以呢美国呢美国股市因为这个原因呢 也是在周四的时候呢一开盘马上三大股指呢都是全面的往上飘扬 但是呢这个情况呢并没有 并没有就是让我们的港股呢也跟着一起上涨啊 就是港股呢还是跟着A股的一个步伐呢 出现一个下跌的状况 那么截止到昨天为止呢 港股呢其实收市的时候是28,100多点 但是呢到了周五开始一开盘呢 由于很多的一些不利好的消息影响呢 港股呢是极限的往下走 呃我们也知道已经跌破了10天线20天线 然后呢现在已经到了一个28,000点下方的位置在徘徊着 那么我们知道港股的一个整个走势的话 我们看一下最近的一个资金的走向啊 我们都知道即使是在去过去几天的三连扬 或者是在之前一个四连扬的状况下呢 港股的一个成交额每天的成交额呢还是一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六个成交日 六个工作日内呢 港股的一个整个成交额呢都没有超过1000亿 即使是拿昨天的数据来说 周四的成交额呢也是在700多亿左右 可见的资金呢对于港股的市场呢 其实呢是没有那么乐观的 港股通我们也知道是内地投资者 去投资港股一个最重要的通道 那么呢港股通呢也是连续六天呢 录得了一个净流出 那么八月份呢整个八月份 港股通的一个净流出呢是高达270亿人民币 而这个呢也其实侧面的反映了 就是港股呢最近的投资者们资金 对于港股的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判断 那么我们看完了一个港股的一个概况的话 我们看一下最近这一周发生了一些事情啊 首先呢我们知道呢美会 美元呢是继续走强了一个趋势 那么美元走强呢 其实势必是会拖累到港会的 港会呢会出现一个走弱的一个现象 资金呢由于港会的走弱呢 很有可能呢会陆续的流出香港的市场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呢加拿大跟美国呢也是在进行贸易谈判 虽然两边释放的信号都比较好 但我们相信呢其实很多的一个贸易的一些条款呢 还是存在着争议的 所以呢短期之内呢这些贸易的 他们不会达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贸易的一个协议 那么呢美元呢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避险的资产 第二呢是因为英国脱欧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呢其实欧元呢一直是承压的受压制的 那么欧元的压受压制呢 其实也是侧面的会带动一个美元的一个上涨 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美国在9月份 11月份和12月份呢很有可能继续加息 那么加息的概率那么大的情况下的话 因为港美元就是港美的一个息差 如果扩大的话可能会迫使香港也继续加息 如果香港也加息的话 对于资金的一个流动性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这一些因素呢都会导致可能资金会陆续的流出香港 造成香港一个整个股市的一个资金面的一个紧张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呢 其实港股的一个后市的推测 首先呢是恒生指数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呢 是恒生指数的一些公司的大部分的公司的业绩呢 都已经披露了中期业绩 那么呢总体上呢是符合预期的 虽然说增速不及2017年快 但是呢仍然是比较可观的一个数字 还有就是中国呢已经调整了一个上半年去杠杆的 这样一个紧缩的一个货币金融政策 并且加大了一个财政的一个刺激 那么呢也会我们期待着第四季中的经济 中国的经济数据呢会比较良好 大家都知道现在港股市场跟中国的市场呢 是紧密联动的 股市A股跌的情况相当港股很多时候也会跟着跌 所以呢在如果说第四季度 中国的一个经济的情况比较好的话 那么A股很有可能会触底反弹 那么也会带动着港股有一个反弹的一个动作 还有呢就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呢 我们都知道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呢 特朗普政府对于整个贸易战的一个推动 或者是整个贸易政策的一个激进的一个做法呢 可能会大大的有所减缓 那么呢也会给中国呢迎来一个喘息的机会 也能带动股市的一个上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内需股 医药股 包括了我们的金融股 基建股呢仍然会是大家需要关注的一个比较重点的板块 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一个技术的走势的分析啊 其实呢恒生指数呢今天呢是已经跌破了两万八千点 跌穿了十天和二十天的线 然后如果说在跌穿了十天线的情况下的话 其实我们相信恒生指数可能会继续有一个向下探的一个动作 特别是最近的消息呢 股市的消息呢都比较的不利好股市的一个上扬的动作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在内地监管呢 最近呢也是发了新的关于游戏的监管 就全面会控制游戏的一个数量 包括新发游戏的一个量 那么这个情况呢其实是大大的影响了很多的科技公司 我们会看到今天周五的时候呢 我们的股王腾讯呢是也是大跌了百分之五左右 包括其他一些科技内地的科技公司呢 在港股上市的在香港上市的都是跌幅高达了百分之七百分之八 所以内地的这个监管对游戏监管的一个收盐呢 其实呢也是一个不利好腾讯 不利好很多科技公司的一个举动 所以呢其实最近的港股市场呢 这些不利好消息呢还是存在的 大家势必要小心一些 那么我们都知道 如果说是在最近已经跌穿十天线 包括那么多不利好消息存在情况下的话 可能港股会有个继续向下探痛的动作 在这个时候呢市场下跌的时候呢 观众可能在想说那市场下跌 我不敢买股票了呀 或者是我不敢买个股了怎么办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反向的一个工具 就是我们的横指的反向一倍的产品 7321 那么这只产品呢 其实是在市场下跌的时候呢 给观众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买入的一个机会 因为很多观众在市场下跌的时候 可能就选择把现金扎在手上 或者说很急呀 觉得说市场下跌了没有办法买东西 那么您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这个产品 因为这个产品呢 是每天如果市场下跌了百分之一的话 那么您这只产品买入的话 会为您赚取百分之一的一个回报 我们再看一下之前给大家也举过的例子 就是在8月10号到8月15号期间呢 恒生指数呢是连续下跌了的 那么在连续下跌的时候呢 就会是这个橘色的线 是恒生指数的线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整个的一个跌幅呢 是3.68% 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说买入我们的7321 也就是这个白色的线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短短几天之内的话 涨幅是在3.73%左右 基本上是和恒生指数的走势呢 成了一个反向的一个走势 所以呢 在市场下跌的情况下的话 其实观众朋友们可以考虑一下 采用我们的反向的产品 来做一个就是资产的一个部署 那么我们刚才也 还有一点是提到的是 还没有提到的是MRCI的A股入摸的事情 因为在8月底的时候呢 MRCI呢 会再增大A股入摸的一个因子 就是把这个2.5%的纳入呢 提升到5%的纳入 所以呢 又会有大批的外资的基金 外资的资金呢 涌入到A股 那么A股呢 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 所以呢 我们也期待着 如果A股上涨的时候呢 会不会带动到港股的一个上涨 所以呢 这也是大家需要考虑一个点 如果说大家觉得说 港股很有可能随着这一轮MRCI A股纳入呢 随着A股的上涨 而上涨的话 那么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的721 也就是横止的两倍的产品 在横止上涨的时候呢 您可以在当日呢 获得双倍的回报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下个星期呢 会为大家继续带来一些市场的分析 以及如何善用产品 来做一个资产的部署 谢谢